我那時候還以為 今晚義大利 我們還有機會 但是林一跟我說 我們十分太多了 沒機會 那時候 當下就都怪 情緒就 轉變 出好的目標 沒有打成 從二兵變成國防部長 張玉成這次的經典賽之旅 最後以淚水收場 四場比賽累計七支安打 兩支全能打包辦八分打點 打擊率四成三八 佔據目前打擊排行榜第一位 不用自己 遇成康特斯棒名 是以他的成績表現 一定是 不需要懷疑 而且他也打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棒的 職業選手 他懂得自己也知道說 在關鍵時刻把握 怎麼去調節自己的心情 然後面對每一次的打擊 和比賽 我覺得 他未來的進步 已經讓大家 我想從之前他在 不管是在中華隊 或是在大英雄比賽 尤其這次回來之後 大家都看到他的成熟度 已經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相信也蠻期待 他這一年的在當中的表情 在美國職棒一個人打拼的孤獨 張玉成回到台灣之後 被滿場球迷感動 還帶動了WBC各隊敬禮風潮 不過他還是難掩遺憾 很希望能夠重新再來一次 但也沒辦法 我們都盡力了 在台灣打跟在美國 把新的數字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打 覺得整個人都放開 因為大家都站在我們這邊 可是我在國外就覺得 好像有人站在我們這裡 然後我就自己默默地吃苦 但是有藉由這次的WBC 這麼大的壓力 這麼大的賽產 然後我會帶著我所有兄弟的力量 來去美國 結束這一次WBC賽事 張玉成要帶著隊友 還有球迷的力量 回到紅襪隊 繼續為新球技打足 為新球技術 會推動